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展22分钟 十投其中三分球二中一 把球十中四拿到19分 十三个篮板和五次助攻 加巴里帕克首次以对手的身份面对救主熊路 结果十二投一中仅得到两分和四个篮板 扎克拉尼又大腿挫伤 提前退出了比赛 正视频直播NBA季前赛 森林郎VS快穿堂斯 称把内线公牛VS熊路视频挤紧 四母哥三分 愿设张手命中四母哥二十二分钟就哄下十九分 三个篮板比赛数据熊路五人得分上双 除了埃德托昆伯之外 克里斯米德尔顿拿了十五分 埃里克布莱德索空间十六分 十个篮板和六次助攻 约 汉亨森拿了十分和三个盖帽 帕特康诺顿得到十二分 公牛两人得分上双 他们在三分线外四十一投击中 克里斯德尔顿拿了十分和五个篮板 保比波第四替步出场 贡献十七分和三个篮板 扎克拉尔是头三中仅得八分 比赛回顾 拉尔受伤退场这场比赛 是熊路的季前赛节目战 也是他们在威斯康星娱乐体育中心达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似乎这些因素让他们打得非常兴奋 在手节还剩四分四十四秒时 埃德托昆伯助攻布莱德索逆中三分 熊路已经取得二十三比十二的领先 熊路在手节最后一半二十秒里没有得分 但手节过后仍然取得三十二比二十五的领先 公牛在他们的季前赛节目战中取得胜利之后 在本场比赛中更多的是在考察阵容 寻找手感 这一点在第二节由来明显 在本节还剩三分三十三秒时 阿德托昆伯博布兰得手 熊路完成一波十四抗零的进攻高潮 成功将笔本拉开到五十四比三十一 公牛再次接收关阶段 打出了一波巴克林的攻势 但是随着布莱德索命中超远距离加上三分 公牛在半场结束时 仍然一四十三比六十三落后整整二十分 公牛的比赛充满了太多的单打独斗 这让熊路的防守变得更加容易 还出现了最后由小洛佩兹在外线投三分的情况 熊路在进攻端有很多的传球 这让他们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进攻成功率 在第三节还上四分四十秒时 阿德托昆伯扣篮得手 他们已经将比分 拉开到八十二比五十 三节过后 熊路九十比五十七领先三十三分之多 巨大的分差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 熊路在第四节又赢了一分 最终以一百一十六比八十二大胜公牛 取得季前载的开门红 拉完赛一次进攻中又 大腿挫伤提前退范 最终只打了十七分钟 比赛花续 帕克对前队有效狠手帕克和埃德托昆伯 在熊路做了四个赛季的对手 可是此番在赛场上相见 两人是一点都不留情面 刺激还剩六秒时 埃德托昆伯面对帕克的防守将球传给高位的伊利亚索瓦 然后他突然启动往篮下切入 伊利亚索瓦眼几手快 立即将球传往篮下 帕克跟防护棘落在了阿德托昆伯的身后 当阿德托昆伯起身准备双手扣篮时 帕克直接向狠手打在阿德托昆伯的双手上 阿德托昆伯因此摔倒在地上 从他的动作来看还有些痛苦 在季前赛的赛场上 这样的法规动作已经算大的了 本场双方首发阵容 熊禄 布莱德索 布罗格邦 米德尔顿 埃德托昆伯 大洛佩兹公牛 邓恩 拉安 霍勒迪 帕克 向洛佩兹掌雷 不妙认价格季的限调 不妙认得的